Hello 大家好 我是賈斯伯 歡迎來到我們的頻道 我們這個頻道呢 就專門講美股 然後只講股票 只講賺錢 那我個人不喜歡講政治 所以說在我這個頻道呢 你絕對不會聽到跟政治有關聯論 在我們這個頻道呢 就只有賺錢 然後呢 分享我一些投資的心法 那同時呢 我也是會去找一些 有潛力的一些個股 那當然啦 好比說什麼Apple啊 Tesla這種市場上大股啊 我就沒有很願意去介紹 因為他們的那種潛在的報酬率 我覺得可能是有啦 但是並不一定很高 而且他們也來到相對高點 所以我個人的風格的話 我會比較想去挖掘 被低估的一些潛力股 尤其在美股啊 各位你要知道哦 那個美股啊 他畢竟是沒有漲跌幅限制 所以有時候一漲一跌 哇那真的是速度非常非常快 像去年啊 去年有非常非常多股票 一年漲個兩倍三倍 五倍十倍二十倍五十倍 六十倍都有 真的有真的有 像我就舉個簡單例子 Tesla就漲了七倍 然後那個ARKK 連ARKK這麼大的基金都可以漲三百百分比 還有好比說NIO NIO漲了三十倍 然後有一隻叫做OSTK 從兩塊錢漲到一百二十八塊錢 漲了六十幾倍哦 那當然啦 那個我覺得一般人 包括我自己也是 我們都很難去抓住全部的一個利潤 但是說真的 只要可以吃到中間一段 基本上我覺得就算是蠻不錯的哦 那當然啦 今年的難度比去年 高非常多 我覺得高非常非常多 所以我覺得今年也是 很考驗大家的一個紀律 如果說你的水平夠好 那如果說在美股的話 那我覺得你應該是可以賺到錢 但是如果說 紀律可能稍微差一點的話 那就是要小心一點哦 小心一點 然後第二個 我這邊要跟大家講 我們這個頻道 我只是分享我個人的一個心得啊 我並沒有什麼帶進啊帶出啊 所以請大家不要有太多 過度的一個期待 我這邊一定要先把話講清楚 因為我害怕說 新粉絲以為說我這邊好像帶進 並沒有並沒有 我這邊會去分享一些 然後我自己認為 可能適合的一個買進的區間 我會告訴你 然後以及停損點 但是呢 至於好比說 能不能停損 那 是超自在你 不是超自在我 因為你是你金錢主人 不是我啊 你的錢不是我的 對不對 這個我一定要先把話給講開 那至於什麼時候賣了 說真的這個 因為我也不是主力 所以我沒有辦法跟各位講說 什麼時候賣 但是我個人覺得 一般你可以賺個 在美股 在美股 你可以賺個差不多三成五成 或是一倍以上 我覺得你可以分批慢慢賣 你不要賣太快 你就慢慢慢慢賣 那當然如果說 你有本事 報個半年一年 然後好幾倍大波段 那我就覺得你非常非常的厲害 所以說大致這樣的情況 我必須先跟各位來搶清楚 因為畢竟呢 各位 你選擇去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想我會把我的心裡話 都坦白一點 也不要去遮掩宴啊 我覺得這樣子是對大家比較好 好 那我們今天就開始吧 好 今天第一支是滴滴滴 這支股票 我記得是三滴滴 那這個股票我要先謝謝 謝謝 差不多在半個月前的時候呢 有一位粉絲 他有介紹幾支 介紹幾支 那當時我就把他給記錄下來 所以說我這次感謝那位粉絲 非常非常的謝謝 這個DDD大家看一下 他是非常非常標準的一個WD型 然後突破之後呢 他一次就突破了MA20跟MA60 但是呢 從上禮拜到這禮拜 大家應該可以感受到 上禮拜到這禮拜 的行情感覺並不是這麼的 這麼的有攻擊性啊 感覺有點 溫溫的 甚至有點在滑 滑坡 可是我個人覺得啦 這是我個人覺得 不一定正確 我個人覺得可能是 暴風雨前的寧靜 這是我個人的感覺 那現在以DDD這支 各位可以看 他現在就已經來到了MA20 也是月線的這個附近 各位你要知道 MA20算是一個蠻重要的支撐 MA60是最重要的 他是生命線 那麼MA20的話 基本上就是每一個波段 每一個波段 就是照著他支撐讓我上爬 理論上啦 那現在可以看 如果說以DDD的話 我個人覺得 這是我個人覺得 如果說你之前在WD那個時候 並沒有去買到的話 那我覺得現在應該還是 另一個新的買點 那當然這個買點 可能比之前還要來的高 這我要先跟各位講 可是呢 因為畢竟他目前就是在 這MA20去做一個測試 如果說他這個MA20可以站穩的話 那基本上我覺得他後面空間 還是非常非常大 因為MA60 他現在才下彎 然後剛剛走平 都還沒開始上彎了 所以說基本上 他這個離期長 並不會非常非常的遠 所以現在價格是在7.7、7.8左右 我個人覺得你買價格差不多7塊到8塊 這中間也算是一個蠻不錯的價格 然後您就停損在 對不起是27.7 我看錯了 27.7 那麼您的停損點就設在好比說24 23、24左右 那麼這樣都要一虧 頂多虧個10%、15% 但是如果說一賺的話 那各位您也可以看 他在前半年的表現 很恐怖 前半年當的時候都是在10塊錢一下 然後後來 一個突破缺口之後 就一路狂拉 不到一個月到兩個月時間 從 從5、6塊錢7塊一路拉拉到 57塊 非常非常的可怕 所以我覺得這隻股性算是活潑 大家可以來參考一下 這隻 EBON EBON 他是做那個礦機 那當然是小 怎麼講 在美股並不是非常非常的知名 所以各位可以看他價位很低 多少錢來著 3塊多 3塊多 非常非常的低 那各位你看他前面 是不是一個非常非常標準的N頭 當時的N頭價格最高 好像有到12、13塊左右 然後後來就一路滑 滑坡到最低2.3塊 那在2.3塊也是畫出一個W型 現在就突破這黃色水平引線 然後呢 那現在也已經是來到這個MA20之上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各位 這個MA20 跟MA60的中間 這股價 我估計 這個MA60要徹底的 要貼到這個底部的話 應該還是需要半個月的時間 半個月 半個月 所以這隻我就想說跟大家講 那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放在你的一個口袋名單 那通常依我的經驗 依我的經驗 通常就是說 MA20還沒有到最底部的時候呢 這股票可能會稍微彈一下 然後碰到MA60之後呢 這個壓力就會往下大 通常 那當然有少部分會穿過去 但是我覺得 這個 蓋頭壓力的情況還是比較多見 所以說這隻我們就持續觀察 Jumia 在去年是非常非常火爆 大家都說他是 那個非洲的亞馬遜 很好笑 其實那個Jumia 據說 這個據說 因為我自己也沒到過非洲 好像只有那個 豬一旦 他們好像一堆人去了非洲 這個我開玩笑 這個Jumia 他們在非洲說真的 好像只是一些很簡單很簡單的小車隊 然後就被媒體吹噓成是亞馬遜 反正這個市場就這樣子 有題材 然後有資金 有話題 就很容易炒作 所以去年這隻從 最低點好像是 下半年 8塊左右 一路漲漲60塊 非常非常的驚人 非常非常的驚人 那 當時 我去年說我太太 我太太 我太太當時我記得他有買 買在好像是10幾20塊的樣子 一路爆到60 真的很厲害 爆到60塊錢 然後 光這隻就賺了200% 我太太不是我 我先澄清 那現在這個Jumia 就一路這樣滑下來 各位可以看 他是不是在畫一個三重底 1 2 3 但是他第三隻腳還沒有畫出來 所以如果說以形態來講 我個人覺得 應該這禮拜可能還沒辦法 下禮拜我就覺得比較明確 下禮拜看看他能不能夠往上突破 但是我要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說撇開形態不看 看均線的話 不是很妙 因為他現在 那就是怎麼講 他最新的那個綠K 他跌破了這個MA60 如果說各位你有學過均線理論 你應該知道 如果說他今天跌破這個月線的話 理論上 你就算是不出青 你也要開始去降低持股 對吧 所以我個人看 就是明後天 看他能不能夠趕快 站回來 趕快站回來 如果說他可以站回來 甚至往上的話 那我覺得這隻Jumia 應該就後世可期 但如果說未來這幾天 甚至下禮拜他遲遲站不回來的話 那各位我的建議是該停損還是要停損 這個是MAXN 各位可以看 很標準啊 這樣打下來 然後一個W底 然後W底現在突破 那突破之後呢 開始來測試這個支撐 那麼測試支撐 他就測試兩個支撐 第一個就黃色水平領線 對吧 然後第二個就測試MA20 所以說就在測試中嘛 所以我個人也是看啊 也是要到這禮拜跟下禮拜 才能夠明確知道說 他這個測試支撐 到底能不能成功 如果說一直站不回來的話 一直站不回來的話 甚至呢 跌破了一個前提啊 那要跑要跑啊 他可能就是一個假突破 但是真大跌 但如果說未來幾天 他就一直在這個 MA60跟MA20的中間 同時也在這個水平頂線的附近在糾纏啊 那很可能啊 到下禮拜 當MA60到到最下面的時候呢 很可能就有一個攻擊波 所以說大家可以看一下 而且這支也便宜啊 才17塊 他之前最高高點是在57-58塊 所以等於是中間差了兩倍到三倍 這個Romeo我們來追蹤一下 因為這個Romeo 因為畢竟好像有好幾個粉絲 有留言說有買 所以說我覺得這個 要跟大家來追蹤一下 這個Romeo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也是花了一個雙底 然後呢突破這個MA60之後 然後連續五天 連續五天的陰跌 而且他的陰跌 一次跌的算是蠻多 加起來好像差不多有18%到20% 這樣陰跌是蠻多 而且他現在陰跌跌跌跌跌 第五天啊 各位可以看啊 他剛好就跌在 MA20 跟MA60 的觸碰的點 對啊 非常非常非常的精準 MA20在下面 MA60在下面 在上面 然後呢交叉的這一點 同時呢他五天陰跌跌到這一點 所以我覺得就真的要分勝負 分勝負 各位我這邊簡單講一下 主力要開始起漲之前 通常都會進行一個陰跌去做一個洗盤 有些人說洗盤 還有些人說砸盤 所以說這個Romeo他到底是洗盤砸盤 還是他可能就只是一個假突破 然後增破的話 我覺得大家就是這幾天真的要密切關注一下 因為畢竟如果說有一些個股 他離漲的時間還比較遠的話 那我會跟大家提醒 他可能還需要一個月或是半個月 我會跟大家提醒 但如果說已經來到關鍵點的話 那我這邊也會跟大家講說 來到關鍵點要注意 如果說他站穩了就往上 如果說他跌破了 該賠就賠 該停存就停存 所以各位我要跟各位講 你知道這個頻道 你絕對聽不到說 保證賺多少 我絕對不會跟你講這種話 但是我會一直跟你講 停存停存停存 大概是這樣一個情況 那現在Romeo好像是在8.5到8.6塊錢 而且他這個價格也是MA20跟MA60 所以我個人覺得 如果說以做多來看的話 應該現在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一個買點 因為他全部都糾集在一塊 那我個人覺得 你只要在Romeo 能夠買在8.5到9.5這個區間 都是一個非常非常不錯的買點 因為畢竟這個Romeo錢高 30幾塊 35塊 30 35到38塊錢 對啊 等於是中間有4倍到5倍的一個漲幅 很恐怖 這幾百趴 對啊 那您的停存點 基本上我是建議 就設在差不多7.5就可以了 萬一方向錯了 你賠 賠個一成 或是說15% 這沒辦法 因為股市裡面本來就有風險嘛 但是萬一方向如果說是對的話 那就恭喜你 我覺得這支 應該真的這幾天就會出方向 所以我想也是會來持續觀察 然後想說給我一些出錢的建議給我們的粉絲 這支是Root Root它也很好玩 它下面打了一個W底之後往上 而且它是用兩根大紅K 那這個大紅K我幫各位來說一下 分別是18% 好像是18%跟19% 所以加起來就是等於是上7%到40% 結果後來漲完之後就往下回落 而且很好玩 它回落那個點就剛好是停在這MA60的附近 你看喔 下面MA20快速往上 走平了往上彎了 然後MA60也開始走平了 然後它剛好降到這邊 這我個人看啊 我不敢說100% 但是我敢說7%80% 這主力在測拋壓 那這個拋壓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什麼是拋壓 拋壓就是說 在主力它真正要開始往上攻的時候呢 它會先去 可能幾天啊 就快速的往上 然後做一個長的一個上影線 那很多學技術拍 喔長上影線 主力到跑趕快跑 這不對啊 通常是在很高點 有一個上影線 那麼可能它真的是 就是主力跑掉了 但是才剛剛起漲的這種上影線 通常啊 就是測拋壓 就是主力要看這個市場上 到底它能不能夠去掌控所有的一個抽碼 如果說這個抽碼還是很凌斷的話 那它可能還需要再多一點時間 可能半個月到月 再洗一洗整理整理 等到起碼夠 抽碼夠集中了 它再開始往上拉 所以說 那個 然後第二個作用也就是 要下走一些做多的一個賞戶碼 因為有些賞戶可能是 怎麼講 它追在半空中 然後呢 往下滑 那 各位我剛才講的 它18%跟49% 所以是30% 將近40% 那有些賞戶可能坐在這邊 然後呢 之後一直好幾天 音疊疊疊疊疊疊疊 那有些賞戶可能就受不了 就想賣掉 那 這個怎麼講 主力呢 又趁這個時候呢 又把這些人給洗掉了 對啊 大概是這麼一個情況了 所以 我覺得它現在來到這個MAA60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 打點啊 真的是精準 精準啊 所以 現在價格是在 10.8 10.8 各位 我覺得 如果說 我個人覺得 如果說它站穩這個MAA60 20跟60的話 基本上 它的主身段 都還沒有來 還沒有來 前面這兩個只是側包 而已 我個人建議是買在 9.5 9.5到 10.5 這個價格區間 我覺得都很不錯 然後您的停順點 就設在9塊錢 這樣子的話 賠我覺得賠很有限 但如果說萬一它開始上漲的話 那 這個利潤應該都不會太小 下面這隻 VARI 各位可以看 左邊的那個上飄期 也是上升通道 它跌破了 粉紅色框 然後後來就一定跌 當時從四十幾塊一路跌跌跌跌 跌到二十幾塊就腰斬 然後後來呢 它開始進行一個反彈 反彈 然後又做一個小小的上飄期 結果呢又跌破上飄期 粉紅色又開始硬跌 那時候從二十五六塊跌到 最低四九塊 跌了又三成 那中間的那個上飄期 各位 通常 這個就是一個反彈 因為它連MA60都沒碰到 它連 中間那個粉紅色圈 連那個MA60的季線 還遠的很 所以說說真的 如果說萬一不小心 那個時候買 是沒問題 但其實你的停損 你只要做好 基本上也只是受輕傷而已 但如果說 在股市裡面 停損沒有做好的話 很恐怖 那 一滑坡 就是五成 七成這樣子在滑 所以這邊也是跟各位講 停損的一個重要性 那麼現在呢 在十九塊到二十一塊錢 又做一個上飄期 那也沒有可能又往下滑 是有可能的 有可能 可是呢各位 你看這個MA60 已經壓到非常非常的下面 所以說這個價格 現在是二十一點多 這個價格就是在 MA20的上方 跟MA60的一個下方 那非常貼近MA60 通常 股價在遇到MA60的時候呢 會遇到一定的壓力 碰到 然後往下壓 所以各位 我是這麼看 我是這麼看 如果說你可以買在十九塊 十九塊到二十一點五塊 的這個區間的話 我覺得都是很不錯的價格 坦白講 那當然 如果說萬一它又跌破的話 你就把那個月線拿出來 月線十九點五 十八點五 十八點五到十九塊 你只要設十八點五 或是說十九塊錢 是一個停損點 那基本上的話 你的停損就非常非常的小 你的方向錯了 一停就一點點 可是呢 如果說萬一它開始漲的話 前面的高點是接近六十 所以說各位可以關注一下 這支來介紹一下 這支股票很好玩 VIAC 它是一個媒體的一個 怎麼講 媒體大亨 算是做媒體 非常非常成功的一支個股 各位可以看去年 我漲得非常非常兇猛 從低點二三十塊錢 一路拉 它那個紅K幾乎沒間斷 拉到一百一百塊 非常厲害 再短短的三四個月 就這樣子漲了三倍多 四倍多 所以說真的 各位 如果說 假設我們在做股票的時候 可以買到一個很不錯的低點 然後呢 有點耐心 一直爆爆爆爆爆 不敢說賣最高啦 但是賣相對高的話 我覺得大家說真的基本上都翻身 那 可是各位你看 它後來到一百零一塊的時候 才不到五天 五個綠K 就直接 哇 而且綠K 都是三四十趴 跌跌跌跌跌 從一百零一五天就跌到 四十幾塊 四十幾塊 然後就腰斬 所以我這邊 還是要跟大家強調 美股 你一定要會停損 你不會停損的 那我建議是不要碰美股 因為美股就是這麼一個情況 你不要以為說 這個VIAC好像是很特例 沒有 VIAC在美股是非常非常常見的 你只要停損設好了 基本上你的利潤還是非常非常的大 但你停損不設的話 很可能就是爆上或爆下 你看 從之前 從三十塊一路漲長101 花了三四個月 結果跌到三四十塊 只花了五天 大概就這麼情況 那現階段呢 各位可以看 我用藍色框框 它是一個 突破缺口 也就是差不多在 六個月前 大概在半年前 的一個支撐 然後後來現在這股價 在三四十塊 左右做了一個 W底 而且是一個淺淺W 而且現在W的第二隻腳 又有一個突破缺口 所以各位你可以看 這兩個藍色缺口 就等於是 等於是一個支撐 等於是兩個支撐 兩個支撐 下面一個缺口 一個支撐 然後中間又一個小的一個支撐 然後現在開始打第三隻腳 然後 第三點呢 這個MA60 也快速這樣子 壓下來 所以我個人看 我個人看也是差不多這禮拜 或下禮拜 基本上這支就要出一個方向 現在價格是在四十一塊 我個人建議 你只要可以在 三十九塊到四十二塊 之間買 的話都是不錯的價格 然後停損點 你就設在三十八塊 就可以了 跌破缺口 你就跑掉 跌破缺口 代表說 這個主力力道 它不夠 你就跑掉 這樣賠的話 你頂多買進去 頂多賠 賠個兩三塊 可是萬一它一漲的話 應該都好幾層起跳 好 那今天我就介紹這邊 希望這些影片對各位有幫助 那我這邊跟大家重申 我這個頻道並沒有去推薦 任何個股 我就是找一些潛力股 然後當作我自己的學習心得分享 如果說各位你可以從中 獲得一些啟發 好比說你知道 怎麼去增加安全性 或是說降低風險的話 我覺得就很有價值 然後第二個我這邊還在跟大家講一下 我這個頻道我大概是兩禮拜會統一的看一次 所有的留言並回覆 所以說如果說有回覆不及的評論 那我請大家多多見諒 那我每次看到大家粉絲們 雖然說我們這頻道並不是很大 還小小的 但是我看到粉絲的留言 有時候我都覺得非常非常的窩心 所以我會很希望 只要您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都希望可以幫助你 然後大家一起賺錢一起學習一起成長 那我是賈士博 我們下次見 掰掰